火箭 目前只有它的巨大推力 能帮助我们挣脱地球的引力 飞向远方 而我们究竟能飞多远 主要依赖于火箭的心脏 发动机 西安 这座古老城市里 中国最先进的火箭发动机 正在生产 这台推力120吨级的发动机 使用高效清洁的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 能在70秒内 把80吨重量送到珠穆朗玛峰上 目前全世界只有俄罗斯和中国 掌握了核心技术 我们国内是全新的 在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循环方案 它整个发动机的系统效率 要提高15%以上 相同的燃料的话 发出的推力就更大 为了让这款发动机拥有强大推力和更高效率 陈建华团队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非常关键的验证 所以在高温下验证的时候 你刚好把它实际情况给验证 保证核心部件 涡轮泵的稳定运转 是其中一道难关 因为涡轮泵在运转时 会产生极大的压力 高压下如果灭开了 或者泄露了 那出来的问题都沾到现在 这样的压力 可以把黄浦江的水 抽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 为此 涡轮泵中的离心轮 要达到每分钟 约两万次的转速 这会产生巨大的离心力 任何细微的技术瑕疵 都可能导致离心轮撕裂 甚至发生爆炸 强度条件要求 那必须非常可靠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 就是泄露啊 出现这个锻炼啊 这种情况 为了这款先进的火箭发动机 人们努力了整整17年 现在他们决定去挑战更高的目标 几天后 发动机又将进行一项新的实验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准备 这是一次开创型的尝试 成果将应用到未来的新型火箭发动机上 这款发动机的设计推力从现有120吨越升至500吨 如果研制成功 中国航天运载能力将提高五倍左右 这会给中国的太空探索带来质胆飞跃 它不仅仅是推力增高了 它是研制难度 技术风险 因为火箭发动机 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密度非常集中的这么一个动力装置 是所有动力装置中能量密度最大的一种动力装置 作为500吨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总负责人 李斌对这次实验充满期待 他们要验证一项关键技术的可行性 火箭在发射过程中 整个发动机机身一直在不断地摆动 就像汽车方向盘 通过摆动来调整喷射角度 控制火箭的方向 但是随着发动机推力增加 它的体积和重量就会更大 摆动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改变之前发动机整体摆动的模式 只让它的一部分参与摆动 陈建华和李斌已经为此花费整整两年时间 现在发动机安装到位 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这个任务背后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工程 有多少人参与 我们有一点点闪失 那个损失就是不可估量 是演技将开始 测控大厅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试车的持续时间只有几十秒 但任何一个部件或技术环节出现瑕疵 都可能停车失败 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爆炸 明镇端城市场中的一部分 重型火箭发动机的技术难关正在被一点点攻破 不断进步的技术将把中国人带向更远的升空